近日宁波凤化一男子 因为胆结石腹痛男人 向路过的警车求助 车上的辅警也是立即用警车开道 将患者以最快速度送往医院 1月11号上午9点左右 辅警方熙伟出警结束返程途中 看到路边有一名捂着肚子的男子 不停地向他挥手 方熙伟赶紧停车了解情况 男子脸色煞白 满头大汗 他说自己应该是胆结石犯了 肚子疼痛男人 很疼死吧 这是老毛病了 解石病 叫救护车还是怎么样 他说过来时间也不够 这么长时间 那么我就想一想去 还是先把他送到医院 方熙伟将男子扶上警车 打开警灯拉响警笛一路及驰 途中方熙伟密切关注男子的精神状态 通过谈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缓解紧张情绪 什么时候开始痛气的 今天我们医院里边 医院里边通过到现在了 那很长时间了 一般跟我们指挥中心打电话 我说我有急事 要去凤华的中医院 有一个急症病了 我要闯红灯过去 原本需要25分钟的车程 方熙伟只用了14分钟 就将男子安全送达医院 师父 这个人他肚子痛死了 他是结石 我们路上带来的 这里 那就交给你们了 将男子交给医生后 方熙伟才放心离开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 是 ur网友 我就改变过来 做这么一遍 卑像